铁路运输和摩托化行军 部队穿越沙漠戈壁 机动至某海域 刚刚完成装备铺设 警铃骤然响起 指挥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作战单元 利用防空灯光交替掩护 一场全员全装全要素 背对背实弹演练悄然打响 一车一带一头车 雷达准确搜索到来袭目标 导弹瞬间发射成功命中敌击 此次由于兵力投送跨度长 发射阵地陌生复杂 途中特型多 极大考验了官兵身心状况 应变能力 及对兵器状况的了解 是对我营揭装以来 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检查 这次跨区机动演练 这个旅针对装备心 时间紧 任务重等实际问题 积极挖掘装备潜能 探索战法训法 围绕兵器撤收 机动转移 战斗准备等重难点环节 从难从严摔打锥炼部队 此时空力士兵抵抗远程机动 业战业训强化核心作战能力训练 提升 一场实战环境下的某新型防空导弹实弹演练正在进行 树架超高速把机陆续腾空 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向掩护目标袭来 接到预警 第71集团军某防空女导弹分队迅速占领发射阵地 各型装备迅速开机 雷达对空搜索 导弹做好抗击准备 接收到目标信息后 导弹分队立即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对来袭目标实施精确搜索跟踪 指挥员迅速判明敌情 将任务分配至各火力单元 计量单车单发20至25公里 拦截腰拐6P目标 接几万 新型防空导弹 我们通过这种时尚化的局面 我们区分目标的威胁程度 在短时间内选择最优抗击方式 合理分配抗击目标 使火力打击 抗击效率最大化 一轮打击过后 来袭目标被成功拦截 为避免阵地暴露 导弹分队迅速组织 向预备阵地转移 与此同时 某型低空捕芒雷达 发现数架把机 利用例行掩护 采取超低空突防的方式 向我防空阵地袭来 在连续十多个小时的激烈对抗中 这个防空女就防超低空突袭 抗多波次打击等多个科目 进行了自主式演练 检验了防空兵 在野战条件下的对敌毁伤效能 具备很强的多目标作战能力 单个火力单元能够同时跟踪多拼目标 并根据目标的威胁程度 合理分配 有效抗击 射击精度90%以上 此外 它的野战机动性也很高 而且反应速度相当快 从行军状态转入 战斗状态仅需要十几分钟 此型防空导弹与进程的防空系统配合使用 能为部队提供更加完善的空中天网 中进程的这种防空导弹 它主要对此的目标呢 一个是莱希的防区外发射武器 包括敌人发射来的巡航导弹 防区外发射的一些对陆攻击的导弹 另外还有一些精确制导武器 同时呢 可以对直升机机动性能比较强的进行防御 另外还可以对敌人的无人机进行防御 同时呢 它的这个雷达探测范围比较大 对中低空的目标 特别为低空目标和超低空目标 有非常好的这个发现作用 这样的话呢 我引导导弹给它进行有效拦截 现在的作战 我们知道 陆军已经空气化 装备了很多的空中力量 比如说固定翼的对陆的这个武器 和投掷精确制导武器 大部分都在中低空投射 另外敌人莱希的防区外发射武器 和它的巡航导弹 一般都是在低空和超低空 在这个范围 就是低空和中空 这是未来这个野战防空的最主要的作战 新型防空导弹 虽然是这个中进程的 但是它是一种中进程的区域防空武器 那就能够大范围的 能够掩护整个的 在野战防空条件下的 这个集团军的指挥所 我们的这个火炮阵地 我们的导弹阵地 另外还有后勤的这个重要的后勤基地 另外呢它是一种机动防空的 它的机动性非常强 因为在野战条件下 可以随着大部队 随着机器化部队的这个行进 它能够提供很好的防护 因此加上了这种新型的 这个区域型防空导弹以后 虽然是中进程的 但是弥补了我们这个防空的短板 总之这型导弹来了以后 使我们陆军的野战防空 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防空体系 使我们的防御效能 是大大的提高了 感谢观看